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本段我們聚焦 美中雙方的主要貿易談判代表 最快在下週會來進行電話 討論會談 主要就是要討論這個首階段 協議的執行進度 這個我們來請教一下施聰哥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在一片慘烈的壞消息當中 美股還是照漲不握 但是這個美中貿易戰 到底能不能讓這個經濟出現 曙光還是說反而會讓經濟造成重擊 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這個反復無償的川普 他三天前也就是5月6號 他才揚言說 如果北京沒有履行 第一階段的這個協議的承諾 就要終止協議 但是三天之後 短短才不過三天 他現在又說要融兵 他說雙方代表又要電話熱線 要再重新來討論說 你進度到哪裡了 真的三天會讓人轉變這麼大 是不是 現在我們也很好奇說 像現在這個大陸 對於這個美國方面的進口 大概只有兩百二十億 原本的目標是要七百六十億 現在這個美中貿易戰 因為這一場疫情 到底是走到了什麼程度 是要全看川普開不開心嗎 對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川普跟我一樣 都是雙子座的個性 雙子座的個性 有時候就是說風一樣 像變來變去這樣一個狀況 其實川普也是類似 是這樣的個性 他心情好的時候 可以說不一樣話 心情不好的時候 或是他有不同想法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這個做法 我們必須要講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在想說 疫情過後 譬如說像台灣現在要展開 所謂的舊經濟對不對 美國也是一樣 疫情過後要救經濟 但是救經濟要怎麼救 如果以川普的角度來看的話 第一個 那些高科技公司 剛才大家提到的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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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遜 那個大家不用川普救 因為他們競爭力太強了 對美國來說競爭力 比較相對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可能是美國的其他產業 甚至是川普最念資在資的農產品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在意 因為主要是因為前幾天的話 大陸也剛公佈 他進出口的數字 進出口的數字裡面來說的話 他出口是成長 但他的進口是滑落得相當多 我給大家看這個數字 這是進出口的數字 我們比較注意的是 他進口的數字 你看看黃色這條線是進口的數字 黃色是下滑非常多 那告訴你什麼 他過去從國外進口大多數是什麼 就是石油 不然就是農產品 不然就是一些電子的零組件 半導體什麼 但他進口最多的 大概是來自什麼地方 農產品當然是來自美國 半導體的話 也是大部分來自美國 所以告訴你什麼 他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自己本身內需的影響 所以對美國的進口一定變少 所以才會有這個事情 大陸進口美國的產品 只有220億 比喻估還要低 因為他進口變少了 但是對美國來說有沒有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他現在也看準了中國大陸 現在可能自己本身有一個壓力存在 為什麼壓力存在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 這個圖是 中國大陸的豬肉價格 還有他的CPI 藍色的線是豬肉的價格 這個紅色的線是CPI 也就是說 他因為豬肉價格往上升之後 會牽動他整個CPI價格往上升 你看疫情過後 他的CPI是往上漲的 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壓力非常大 也就是說他食物目前 食物是有一點點吃緊的情形 那也不只這個數字 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中國大陸的玉米期貨的價格 你可以看到玉米豬肉價格 在疫情過後他還往上飆 還往上飆升 所以告訴你什麼 中國的豬肉價格 中國的玉米價格 農產品價格是節節的在往上升 所以川普現在也看準了你 你現在是需要農產品的時候 你趕快來買 所以川普當然是希望說 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能夠盡量個 趕快買 買越多越好 讓我們美國經濟會好轉 我們講到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經濟真的是 如果以 我剛才講到說 就是說大型股 你真的 如果你看到那些 大型股的表現 你會不覺得說 這個經濟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給大家看一張公司 這家公司叫做貴州茅台 貴州茅台在今天 又創了這個歷史的新高 宅勳你會覺得說這個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跟他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 中國大陸目前他的需求在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天的這個 他們陸陸續續解封之後 他們已經開始展開了所謂 所以你看 茅台又創新高 告訴你什麼 其實中國內需對那些 食衣住行 那些基本的需求 還是相當的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這也是美國要看中的 所以現在川普 我覺得他在玩一個平衡遊戲 就是我要你達成我要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買我的農產品 你要聽我的話 你中國大陸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來決定 你的執行度怎麼樣 我再打電話跟你聯絡 是要有我的角度 但是中國大陸顯然不是這樣想 他說這個協議是我們雙方 協議的事情 各自解讀 對 譬如說像最近 最近不是大家 因為5G的話題在那邊討論 說美國又要跟中國合作 那到底是哪一處 很簡單 美國要他 他要你合作的部分 你就要跟我合作 他要我減少的部分 你就要減少 我減少給你出口半導體 就要減少 所以完全都是用美國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這一次的狀況之下的話 川普因為他的選舉的戰爭的關係 他必須要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 多買一些產品 這樣對於他的那些農業州的選票 才會有故狀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 這是一個選舉動作 至於說你會不會撕破 中美的貿易談判的協議 我覺得短時間之內應該是不會 剛剛士聰哥其實有講到一些數據 就是說這個大陸的 包含了像是出口的金額 現在也是突破了2000億美元 也是創下近兩年來的最大增幅 而且年增率來到3.5% 這讓大家非常的意外 等於說是今年以來 表現最好的一個月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朱老師 是不是等於說這個世界工廠 已經出口恢復了血色 那我們也可以解讀說 中國大陸他現在的外貌 正準備要這個先蹲後跳了嗎 我想這一跳 第一跳應該是一定有的 可是接下來還能繼續跳嗎 那當然就沒那麼簡單 大家看到他三月份 四月份出口能夠暴增 其實很多是因為之前接了單 結果接下來封城的停工了 我單全部都delay了 所以我們昨日節目討論 現在他解封了 所以有報復性消費 出口現在也是報復性的出口 因為前面都卡住了 對 我之前尤其大標榜 1月23號武漢就封城了 那更不要說原本就有農曆年 他本來就是停工的狀態 本來想說農曆年之後 我就是正常可以出單 哪曉得農曆年之後 中國各省各州就開始陸陸續續 都封城了 所以中國在整個凍結的情況之下 那所有東西都出不去 現在是不是三月份陸續 四月份 三月份都陸陸續 解封之後 所以你看到四月份的 這個出口數據就出來了 好 那剛剛四抽也提到的 進口數字其實非常非常低的 這現在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外國根本就沒有了需求 所以你第一時間 你現在有出口出去 是因為之前的訂單 你接下來還要有繼續有訂單 很重要要來自於國外 那請問國外有解封了嗎 在剛開始而已 你這個需求還很低 大家都是部分解封 而且是有條件解封 或者是分幾階段 像美國來說就好了 美國先不要說 沒有全部五十週都解封 就算有解封的 也都可能是第一階段解封 我每天允許讓你出去放風一下 不是有些 基本上有些店可以開了 可是不是什麼店都可以開 所以日本是這樣子 歐洲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請問中國接下來 它能夠持續有這麼好的出口嗎 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其他國家都完完全全解封 回復一個正常的貿易活動 可是現階段看起來 短時間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可是中國第一階段 至少它現在在瞎化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再觀察到 另外一個國家也跟著受惠 誰 澳洲 澳洲 為什麼 我中國出口 我中國製造很多商品 我需要各種原物料 除了剛剛世聰剛剛提到的 我可能油這個部分 可能比較少來自於澳洲 可是很多的金屬礦物 都是來自於澳洲 如果大家有去關心到澳洲的話 這一波澳洲也很慘 尤其是澳幣 台灣投資人非常多人去買澳幣 可是因為隨著中國解封 中國出口慢慢回復正常之後 澳洲也活過來了 澳洲 大家看到中國的貿易開始順差 每個 中國的澳洲貿易順差 澳洲的貿易開始出現 報復性的增加 尤其澳幣的部分 這一波從三月份的低點到現在 澳幣至少漲得一成以上 所以在這一波的這個低波 有這樣子的好成績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接下來5月6月可以嗎 那還是回歸到 歐美國家能不能回復真正的正常 才是真的決定性 對 歐美國家到底能不能趕快 恢復正常 因為再不恢復正常 大規模的倒閉潮恐怕就要開始 現在這個實驗人數也是奏徵 現在全球是上演起紓困之亂嗎 馬上回來 彩金大白話